川普下午有一个在白宫的发言,其实是一个记者会 他宣布的东西不是很令人惊讶 因为参院和众院都已经通过了这个香港自治法 或者说这个法案是针对新国安法颁布以后 那么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调整 说到底它是美国香港关系法或者叫美国香港政策法的一个后续 因为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已经向国会通报 香港已经失去高度自治的地位 那么随之而来的调整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 从去年香港反送中游行开始一直到今年 那一年来围绕着香港事件死了很多人 我们看到无数的警察对市民甚至对儿童的这种逮捕 甚至涉及到媒体甚至是外媒 他不管你这么多 这些惨剧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 香港独立的官报地位 美国人给予他在政策上的这种独立待遇被正式的取消了 川普今天的讲话主要内容 川普今天的讲话主要内容其实就是这个 作为总统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 要取消所有关于香港的这些独特待遇 那么也就意味着 同时针对有损香港独立地位高度自治 这种体制所有阻碍他 让香港实质上的所谓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的这些人 以及实体都会受到制裁 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大家最近一两个月 关于这个法案一直非常关注 那么走到今天可以说是随到渠成 即便他不签署行政命令 两院通过以后 时间就足以让法案形成有效 所以关于香港问题 川普可以打的牌应该来说是不多的 他签署不签署最终都会通过 这是一个国际共识 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他 开始一些发言 首先他说关于拜登的问题 他说了很多关于拜登的小故事 或者说他代为阐述了拜登的一些竞选观点 当然了作为对手我们只能说他非常了解拜登 但是拜登是不是真的有这些观点 或者说是按川普的方式去表达 我们认为他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可以存疑的是吧 可以探讨 那么紧接着 他说出了他憋在心底很久的话 他认为现在美国疫情指数的上升 各州出现了这种问题 或者说出现了这种恐慌 大家不要忘记 主要是因为 在美国检查的人多了 政府或者说联邦 给各个州提供了足够的检测方式 所以你才会看到数字在增加 但是死亡率在下降 其实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错 从纽约刚开始非常惊悚的这种报道 我们来看 依据统计资料 大概是4月11号 死的人最多2108个 那么单日刷新了这个单日死亡人数世界之罪 那么前期美国的死亡率应该来说是居高的 是居高不下的 但是随着人们对这次疫情逐渐开始了解 没有那么恐慌了 因为医疗手段相对也跟得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死亡率已经被拉低到4% 这个拉低是从疫情爆发一直到今天 均衡下来的结果 真实的数据其实更可观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诊和死亡人数之间的比例 已经下降到了0.5% 那么无论怎么说是吧 川普的这个发言其实大家都在关注 因为实时进行翻译报道的非常多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反击也很快 跳出来的还是赵立坚 那么赵立坚说来说去说了三句话 大家都关心的好像是 他说美国签署的这份法案是一张废纸 但从赵立坚及时进行的反击来看 其实他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非常拗口的 他说了一个套路 但最终其实就一句话 在香港实行国安法是为了保障一国两制 听起来很可笑是吧 但是在他的逻辑中就是这样的 那么第二句话是香港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第三句话呢 第三句话不仅仅说川普签署的这个法案是一张废纸 它出现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任何外部反华势力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代表官方给美国政府一个代称叫外部反华势力 所以不要老定的废纸一张是吧 一张废纸绕来绕去的 真实的东西是 他把美国与中国已经形成了对立 而且明确的说赵立坚所有的这种表态 你都可以看作是官方的姿态 因为他是职务行为 他不是一个个人 他甚至不能等同于胡锡进这样的人 胡锡进上次说这个一千枚核弹 许多国家要求他表态 要求中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 能够阐述一下是不是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 而赵立坚的这种发言应该来说非常准确的表达了 习胖这个政权对美国的定位 我们知道每一次央视对蓬佩奥的这种报道 或者说对他的这种称呼 是吧已经到了人类公敌 那么今天赵立坚直接指出 川普本人签署的这个法案是废纸一张 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快要撕开脸了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尤其是川普到目前为止没有撕开脸 原因是什么呢 他作为现任的总统 他和在野的他的竞争对手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要负担起他自身的行政职责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他要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 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在事实上 美国资本没有完全从中国撤离之前 他不会轻易的做出这种抉择 因为两国之间如果说仅仅是一方在攻击 那无论是这个央视骂蓬佩奥 还是赵立坚骂川普 都是单方面的 如果川普要是接话 紧接着就是断交 这对他来说太快了 所以他尽可能在控制着节奏 他在肩负他自身行政职责所带来的使命 我们可以知道 任何一个与他进行竞争的参与竞选的对手 都可以没有底线的去发表一些言论 因为最多只能带来中国政府的一种质询 类似于胡锡进说话一样 而川普说话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政府的法案通过签署 一直到赵立坚的这种反击 你总感觉到好像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说话咄咄逼人 而美方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反应 川普经常深夜发推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反应 我个人认为短期来川普不会进行强有力的反击 11月份之前他会相对的克制 因为对他来说 该说的话他已经说了 真的不听劝 那就随他去吧 这个话不仅仅是针对西方 也是针对还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商人 美国从联邦的一些养老基金不允许投放到有中资背景的这种股票市场中去 不再对中概股的基金进行注资 这就已经充分的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 那么在香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美国驻香港的商会进行的调研 至少有三成的美国企业即将从香港撤离 那么还停留在大陆的资本 如果说他们愿意去赌那是他们的事 作为国家来说 必须要对本国公民的商业利益进行一定的保障 所以我们在短期内不太可能看到川普进行明确的反击 因为这会失控 在他获取连任之前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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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